一冬天就赖床 作文666 赖床 赖床 我每天都喜欢赖床 闹钟 闹钟 我一般用手机设闹钟 被窝 被窝 它不愿意离开被窝 下雪 下雪 今天下雪了 真冷 暖气 暖气 不是每个房子里都有暖气 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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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睡着了 睡过头 睡过头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我睡过头了 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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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小明最怕的就是冬天 因为一到冬天 他就特别喜欢赖床 每天早上 小明的闹钟从六点开始响 他设了十几个闹钟 可是每次闹钟一响 他就把它关掉 然后继续躺在暖暖的被窝里 每天早上 小明的闹钟从六点开始响 他设了十几个闹钟 可是每次闹钟一响 他就把它关掉 然后继续躺 躺在暖暖的被窝里 外面这么冷 听说今天还会下雪 不如再睡一会儿吧 反正也不急 他心里想着 外面这么冷 外面这么冷 听说今天还会下雪 不如再睡一会儿 不如再睡一会儿吧 反正也不急 反正也不急 他心里想着 暖气 暖气开得很足 小明觉得特别舒服 不知不觉就又睡着了 等他 他醒来时 已经快中午了 他看了 他看了看时间 发现自己又睡过头了 早上的课早就开始了 糟了 又要翘课了 他看了 小明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出来 明天吧 明天一定会早起 不再赖床了 小明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出来 明天吧 明天一定会早起 不再赖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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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小明的闹钟从六点开始响 他设了十几个闹钟 可是每次闹钟一响 他就把它关掉 然后继续躺在暖暖的被窝里 外面这么冷 听说今天还会下雪 不如再睡一会儿吧 反正也不急 他心里想着 暖气开得很足 小明觉得特别舒服 不知不觉就又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 已经快中午了 他看了看时间 发现自己又睡过头了 早上的课早就开始了 糟了 又要翘课了 小明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出来 明天吧 明天一定会早起 不再赖床了 明天一定会早起 小明为什么不想起床 A. 太累了 B. 天气太冷了 C. 下雪了 D. 暖气开得很足 小明尾 小明射了多少个闹钟 小明射了多少个闹钟 A. 一个 B. 五个 C. 十几个 小明早上通常做什么 A. 起床 B. 赖床 B. 赖床 C. 跑步 D. 工作 小明射 重组句子 重组句子 小明射床 结果又错过了早上的课 B. 你有没有睡过头迟到的经历 B. 你有没有睡过头迟到的经历 B. 二 B. 闹钟 B. 三 B. 被窝 B. 四 B. 下雪 B. 五 B. 暖气 B. 六 B. 不知不觉 B. 七 B. 睡过头 B. 八 B. 翘课 B. 九 B. 不情愿 B. 东文666 B. 东文666 B. 冬文666 B. 上次 B. 赖床 B. 赖床